卡貝是什麼 把台灣動作一喊 我們是他第一大持股會員國 累積現在已經給他 2億7千6百萬美元了 但他怎麼對我們的 去年答應的公開透明 說援助的計畫要在網站上面去公開 然後結果我現在拿到的回應是說 研議具體做法 為什麼研議這麼久 他們說因為雙八在檢視裡面的數字喔 不是喔 這個數字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給卡貝多少錢 收到多少錢 拿去給多少國家 這個數字還要double check喔 我們一起來催促啦 能夠盡快讓他 不是啊 我催促很久啦 去年上一屆國會 就有立委提出要求了嘛 上一屆的部長也承諾了嘛 到今年喔 現在已經5月底了嘛 OCCRP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國際反貪腐組織 我2020年離開立法院了以後 我成立了一個公益揭蔽缺陶者保護者協會 開始跟這個國際反貪腐組織啊合作 那那個時候 我們開始調查的其中的一個project 是中美洲銀行卡貝 發現卡貝內部啊非常的腐敗 把其他國家的善意 給他們的錢提供的援助 去支柱拉丁美洲那邊的獨裁政權 甚至暗殺環保人士 侵犯人權 賄賄貪污錢 全部都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值得關注啊 因為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盟友 我們民主同盟最重要的朋友 美國 2023年去年2月的時候 CSIS 對卡貝啊 提出嚴厲的批判 竟然拿錢 去打壓異議人士 侵害人權啊 那個時候 對台灣啊 也提出了一些呼籲 呼籲說啊台灣 不要傻傻的 錢一直給卡貝 用到哪裡去 是不是拿去侵害人權 是不是支柱獨裁政府 他們希望啊台灣要建立一個啊 非常清楚的監理機制 來 部長您看一下 卡貝的創始會員國 區域內的創始會員國 區域外的會員國 裡面 有六個國家 在蔡政府實習的時候啊 斷交了 那當然這中國 扮演很重要的因素 扮演很重要的因素 那只不過說 我覺得台灣喔 一方面在援助他們 但是在援助他們的時候啊 他們裡面人權的狀況非常的差啊 拿的那些錢 去打壓他們自己 國內的異議人士 連美國都看不下去啦 所以CSIS才會對台灣 提出這樣子的建議嘛 好 那我們 跟OCCPR 我們 所一起合作的調查報告 在去年中英文版 同時出來了以後 台灣的立法院 上一屆立法院 也開始在關注啊 這一件事情 因為 我們給卡貝 真的太多錢了 我們現在是卡貝喔 單一會員國持股最高的 我們是第一大股東喔 累積現在已經給他 兩億七千六百萬美元了 好 那因此 上一屆的國會 包括陳嘉華委員 包括邱成員委員 都要求 給卡貝的錢 去哪裡 花到哪裡 要公開透明啊 吳釗燮部長 李淳市長 都說 這個要求非常的合理 我們一定要來做 而且我們要發揮 我們在卡貝裡面的影響力 不可以讓卡貝 再拿錢 去資助獨裁政體啊 打壓人權 援助計畫的經費 合作的信託基金還有債券 分別有7.7億美元 還有2.7億美元 這是援助計畫 然後這個 合作信託基金剛剛說的是 500萬美元 那這些資料 是不是都要公開透明呢 包委員當然 我們一定要合乎 國內的規定 當然也要合乎這個 凱貝這個國際組織的規定 好 那這個公開透明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呢 關於我國這參與的部分的資料 當然我們事後都可以整理再提供 我在部長卸任前最後一次質詢 我請教部長 說那去年答應的公開透明 說援助的計畫要在網站上面 去公開 然後結果我現在拿到的回應是說 研議具體做法 那請問為什麼研議這麼久 這個事情部長有跟您交接嗎 我們的同仁有跟我做簡報 那這個部分當然外交部有多次跟卡貝有反應 他近日也有回覆 對於這個增設我們台灣跟卡貝的一個夥伴關係信託基金這個專業網站的一個草案 那希望近期也能夠來上網 卡貝有沒有說需要多久 這個我們會加速來跟他這個催促 部長你覺得他們應該多久之內做出來 他們只是說對這個草 對吧 我現在要跟部長報告的事情是 因為雙方在檢視裡面的數字喔 可能要再確認一下 應該既然方向 不是喔 這個數字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給卡貝多少錢 收到多少錢 拿去給多少國家 這個數字還要double check喔 我們一起來催促啦 能夠盡快讓他 不是啊 我催促很久啦 去年上一屆國會 就有立委提出要求了嘛 上一屆的部長也承諾了嘛 到今年喔 現在已經五月底了嘛 然後卡貝是什麼 把台灣動作洗漢耶 我們是他第一大持股會員國 在台灣資本市場 卡貝募的資金是全球最高耶 援助的金額給他也是最高 但他怎麼對我們的 來我給部長看一下 我就上你們外交部的同仁給我 所謂那個台灣專區的連結 我一連結上去 有跟沒有一樣 上面的項目全部都空白啊 那不對啊 我們明明給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項目會是空白 我再給部長看一下 卡貝跟南韓 人家就做起來啦 南韓比我們加入卡貝晚耶 出的錢比我們少耶 援助的金額比我們少耶 卡貝跟南韓做得起來 跟台灣做不起來 部長你覺得這樣對嗎 我們來努力盡快 因為他已經答應嘛 那這個草案也有 雙方再確認一下 那近期之內 我們外交部的同仁 跟卡貝那邊 因為事實上 我們自己也有派理事或董事 長處在卡貝嘛 這個我想部長你應該有掌握嘛 對 我們都有理事或董事 長處在卡貝的 要求他們做這件事情 台灣做為第一大持股會員國 援助的金額最高 有這麼困難嗎 我希望啦 卡貝不是把台灣當提款機啊 是認為我們是裡面啦 重要的會員國 如果是重要的會員國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南韓為什麼可以 台灣就在這邊推脫啦 這很重要啊 是 是不是請部長 拜託同仁齁跟卡貝 最後聯繫的結果 他們回覆的內容 是不是會後可以說明 好 需要多久 來同仁有沒有 兩個禮拜之內 可以嗎 現在這個時代很快啦 卡貝做為一號 就照委員講了我們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內齁 好 謝謝